更加多人都不明白 這不只是馬來西亞的移民 這段時間我們這些嚴慕 當然多人問到 回答都回答不及 再說一次 馬來西亞第二家園 有人說台灣好 有人說馬來西亞好 有人說日本好 其實真的無所謂 你的心意是哪裏好 你喜歡哪裏就搞哪裏 很簡單 我真是天生 我真是真心喜歡馬來西亞 當然 有朋友說去台灣 有朋友去日本 有朋友去美國 沒問題 但除了你喜歡之外 更加要現實考量 為何要推介馬來西亞 就是門檻低和容易 亦都不需要坐移民監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你說不是 例如歐洲 葡萄牛黃金 那些你都不用坐移民監 但你記住 你的門檻高很多 你的錢能量高很多 你是說四五百萬 寶貝利亞希臘 現在馬來西亞 基本上在我的想法 就是不用錢 你老實說你放幾十萬 在那裏 是放幾十萬 在別人的銀行戶口 不是買債券 不是要投資買樓 是Lowish 差不多 10月27日我們會有一個物業展銷會 這是我其中一個最推介馬來西亞的物業 我不說名字 是領事區的 很多朋友這樣問我 可以了 放心 我去完那一刻 我過兩天去完馬來 回來我會接受你們 我們有一場 三至七都是我的時段 大家可以去到那裏 那裏也會有當地的 MM2H的顧問 其實你問我們已經很清楚 路詞答得很清楚 10月27日 應該就是在尖東 富豪 還有記住 MM2H還有一件事 大家忽略了 你不用放棄原本的護照 美國護照 英國護照 你也要保持著 是的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全世界不是很多國家 給你有兩本護照或以上 OK 那麼阿拉西亞 還有我們考慮一下 一月就未必 因為一月也過年 就算我們真的要去外遊 也自己去玩 還跟你們那些小狗去診嗎 那就看看 或者我盡快公佈二月行程 一些人問到我 我也是怕了你們 OK 也有人說想走三天兩夜的短途走 譬如是純粹看樓的 那可以的 我安排林康政帶你們去 或者我們當地的同事 招呼你們 三天兩夜 因為我們之前也試過的 OK 看看怎樣 但我覺得大家要先喜歡那些地方 反而不買樓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喜歡買樓 如果銀子夠 特別是我介紹的那些 那些真的可以的 馬來西亞很多樓的 很多賣剩的樓 坊間現在叫你們買的 我不說別人 其實大部分就是那些樓 OK 那真的要小心 買貴的那些好閒事 反而人家做生意 現在要賣貴的 說實話 十間香港人都會有標準 所謂標準 就是你將會買到 給你在馬來西亞買貴的東西 OK 但做生意也是這樣 我們會買到 我們會買到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買到 那個נים